60多万买你们的车是吗?我家人全部看你烧死了知道吗? 长沙的原女士在路虎4S店购买了一辆路虎车 购买时花了60多万 在行驶过程中车子突然着火了被烧个金光 原女士找到4S店一直不给事故原因 并且只愿意赔偿市场二手车的价格 买的豪车没开多久就亏损几十万 这让原女士气得不行 这其中发生何事 接下来敬请替阿诚为你讲解 原女士开着路虎车正常在路上行驶 突然看到车外冒起了浓烟下的她赶紧停车往外跑去 莫过一会车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原女士的大路虎也被烧成了废墟 事故发生后原女士找到了路虎4S店 让她生气的是 一个事故原因4S店前前后后检查了两个多月还没结果 原因导致的这个火灾确实还是不清晰不明确的 你们这两个人在干嘛 你们做了啥 而事故原因在离赔协商中占据很大的作用 没有事故原因就无法进行离赔 原女士一等再等 终于等来一份保险公司出去的机动车间谍意见报告书 间谍意见上显示起火原因为发动机左侧线数过着故障 而这个故障起火符合电路起火符合自然特征 也就是说这是符合离赔要求的 原女士看到这个结果后 拿着鉴定报告书来到了路虎4S店 本以为这次协商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没想到听到路虎4S店工作人员说的话后 原女士更是气得不行 报告并不是我们双方共同委托的 也不是司法机关委托的 所以说对他的鉴定结果的话 那我们这边的话 也有一定的持怀疑的态度了 导致什么原因 导致不认这份鉴定 那你们发出事件 其实你们有何人的义务去做这个鉴定 为什么你们迟迟没有做 我觉得有资质 有权威 为什么不认呢 保险公司都可以认 我车主也认 他们4S店有什么理由不认 面对原女士的种种讨论 工作人员只回答了一句 很多东西都被烧毁了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寻找 面对工作人员的回答 一旁的记者理智地问道 事故的原因就是协商的本质 可是保险公司给出的证明被说没有权威 路虎4S店又迟迟拖着不肯 这不摆明着耗时间吗 随后原女士这边表示 如果对保险公司的鉴定报告不信的话 可以找个双方都信任的鉴定公司 这是4S店去说通过司法途径去委托第三方 这样来的话就要面临打官司 打官司大家都知道是很麻烦的 快则几个月曼的话几年都有可能 所以原女士这边的调解记者还是希望再协商一下 好家伙车位烧个金光给出的二手车是长价格价格赔偿 方案合不合理连自己都不清楚 说的是不是强制性接受 但是除了这个方案就没有其他方案了 这不就是变相的必须接受吗 说的积极配合 可是除了说一项无用的画车皮 其他啥也没有 这个结果最终原女士没有同意 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现在对于这个赔偿的话 我觉得只能走法律途径了 那么至于现在的话 我希望他们厂家能够正面的回复我 这个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 起火点是什么 给社会一个交代 给所有以后购买路虎的车主一个交代 你认为原女士的要求过风吗 你又是如何看待路虎4S店的做法呢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下你的想法 好了本期视频讲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留个关注带你了解更多故事